宝宝们,小居马上就要上线了 这个角色是我觉得今年做的博弈感最拉满的角色 有强度也有弱点 打击感和手感方面也非常棒 机智完美适配竞技场 它有两个形态 服务形态和灭绿形态 下面弄两条满的时候 长按平A就可以进入灭绿形态 虽然两套技能都是一样的 但是灭绿形态的技能是有增益效果的 灭绿对面不仅会额外增加20%的灭气 打出来的技能范围也稍有不同 它的机智还有沉着姿态的机智 剩一或者二技能会进入沉着姿态 这时候一二二技能 还有一锥和二锥这四个技能四选一 分别有 服敌 远程 霸体 破霸 还有斗机也可以选择就是格党 这个沉着姿态的机智相当于猜拳 对面永远也不知道你想释放哪一个技能效果 所谓的博弈感拉满就在这里 那就一起斗智斗勇吧 下面来详细输入它的技能 首先咱们来先看平A 它的平A一个有四下 平A的手感特别的四滑 最后一下的平A是直径全场的 可以用来压墩墩的起身 4A不仅有压起身的效果 还有增长能量调的效果 定义4A长按 下面的能量调就会增长一小部分 但是就是你选择增长能量调了 那么4A的直径全场的间隙就是打不出来了 那这两个效果拟二选一 平A打到最面了 这个打击感也会很带劲 而且它的D3A是带有选择位移的 可以把对面拉出来 躲一下有情记忆什么的 长按平A就可以进入面具形态 面具形态的平A机制和效果 是和普通形态一样的 只不过D4A长按又加了8体核武光色 它的平A还有一点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可以延时出剑气用来迷糊对方 那这个延时到底可以延时多久呢 大家可以看它每一下平A都会有这个收刀动作 而且每一下平A的收刀动作还不一样 所以说你在D3A收刀的期间 无论什么时候点个平A 都可以直接打出来最后一位的剑气 那这博异感不就又拉吗 那对面也不知道你是延时放剑气 还是马上放剑气 抓不抓你这个剑气的后援 它都得考虑一下 接下来看看它的E技能 它的E技能是一个潜摇带有无敌的跳战 释放之后没有其他操作的话 就会进入3秒左右的乘坐姿态 想要打断这个乘坐姿态 这E技能还有平A还有闪现都可以打断 这个E技能虽然潜摇带有无敌 但是它的距离是有些短的 必须贴脸才能打中 它的前后要多小 你别看这个技能短 单从它这个潜摇很快的无敌 就会有很坏的一个操作 这个E技能的无敌突典打法 再配合其他的破霸什么的技能效果 然后就会让对面侧手不及 能骗过来对面很多技能 那接下来看看它进入乘坐姿态的E技能变化机 是一个短距离的进展 如果说E技能打中对面的话 这个进展会必中 如果说E技能没有打中这个后跳的距离 那这个E技能变化机的距离也是打不到的 这个变化机就是E技能打到对面的话 就是连招去用的 E技能会要补打 但是这个E技能的变化机会要有点大 大家小心去用 接下来看看E追 E追也是一个无敌的进展 而且E追的无敌是零针进入无敌 无敌的前奥很小 但是后奥有点大 如果承诺姿态 你选择了无敌的打法 那么你可以打出来双无敌 再加一个闪险 那么你就一下又有三个无敌 这种效果才是一场憨响灵灵的博弈感 或者狗运感 普通形态的所有E技能距离都不长 大家尽量都贴脸释放 但是面具形态的E技能就长得多 范围将近半场了 而且面具形态的所有技能是没有CD的 能放多少次 取决于你下面的能量条还在不在 面具形态下的E技能真是又长又快 前奥几乎没有 还附带无装色 骑手非常好用 简单粗暴 如果你选择一直用这个骑手 能把对面里冲锋 面具形态下是没有成果姿态的 后摇是和普通形态一样的 如果说你能拿条满的话 E技能可以连续穿上去 面具形态的E追表现是和普通形态一样的 就是多加了一个武装色 那这里就不多说了 接下来看看他的2技能 2技能就是一个将近全场 但并不是全场的一个圆环 这个圆环的前奥速度挺快的 骑手挺好用的 而且后摇也不算很大 这个技能释放了 也是会进入成果姿态 然后技能四选一 他的2技能的变化剂也是一个圆环 这个变化剂的圆环距离 比2技能稍微有些短 但是他会回旋 圆环骑手也很好用 如果说四选一 你选择的这个变化剂 那么你就可以打出来双圆环的效果 这三角杀射的夹角 还怕骑手不到吗 双圆环算什么 太小意思了 你可以打出来五圆环的操作 面具形态和普通形态是不互相CD的 放了两个面具形态的2技能 之后就会回到普通形态 之后点一技能 然后四选一 选择这2技能变化剂 你就可以打出来五圆环的操作 但是要注意 变化剂的圆环后摇是有点大的 之后再来看看二技能的植下剂 是一个带有灵针霸体和破霸的一个斩剂 也就是秒霸体 距离还挺远的 是半场的距离 大家可以当新世界索隆的那个大震撼去用 后摇也是明显的 大家不要随便大震撼 如果在你乘坐姿态 对面想过来麻烈的时候 那么这个灵针霸体的斩剂是非常香的 面具形态的2技能 就是普通形态的2技能变化剂 是带回旋的那个圆环 回旋效果比普通形态的回旋效果再强一点 给大家看一下时间的效果 前后摇都是和普通形态的2技能变化剂一样的 然后2追是多了个武装色 然后其他表现也是和普通形态一样的 那这里就也不多说了 之后再来看看第一个激动机 这个激动机是一个格挡防反 近战远程都可以格挡防反 格挡住对面激光灯化下面的能量调会增长一部分 格挡住对面激光灯化可以马上闪现 没有会摇 这个格挡时长 你可以尝试验格挡也可以秒格挡 格挡多久 取以下面能量调有多少 长按格挡就会消耗下面能量调 直到消耗完为止 在这期间内你都是格挡状态 那么这个博异点又来了 对面也不知道啥时候抓紧这个格挡的会摇 面具形态的斗技和普通形态的斗技是用法一样的 斗技是共享CD的 只不过面具形态的斗技比普通形态的斗技多的格挡不装色 接下来看看第二个斗技 第二个斗技就是加快下面能量调增长的 是一个被动的技能 下面能量调增长的速度 明显也比之前快了一点 如果你想多次用面具形态去骑手的话 那么就可以带这个激动机 接下来看看她的小奥 她的小奥是一个旋转视角的大半场转机 效果类似于新世界塔西米 这个小奥简直到 咱们来看一下面具形态下的小奥 面具形态的小奥面具会给敌人加几秒的刀伤 而且也多了一个武装色 这个效果幻原局势城对开尚龙石所说 他斩出的刀伤即使到了地狱也无法消除 如同财流是粗分的白水一般 勇士受折磨敌人的灵魂 所以这个效果还是挺还原的 之后再来看看她的有强剂 她的有强剂是一个进攻的有强剂 就是她的二技能 范围是直径全场的 用来切手或者是反击都还挺好用的 抓好对方前后释放的速度也是挺快的 最后咱们再来看看她的动画片 她的究竟奥义有两种 这是普通形态的动画片 然后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面具形态的 大家注意动画片的距离是小半场的距离 在那里都能消失 神奇的证明 你还能放弃 你还能放弃 等路飞一会儿起神 她是也会多出来几下刀伤的 这个刀伤比小奥的那个刀伤还要多 到这里小菊的所有技能机制 都已经说完了 怎么样 感觉博弈感拉满了吧 测试里玩具是特别有意思 大家可以等这些场上线去试一下